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暴雪 至少150趟航班延误 公路交通严重的拥堵 受恶劣天气影响 莫斯科一些公路的交通 几乎陷入瘫痪状态 主要搜索引擎的交通监控服务显示 堵车情况在午后时分 达到历来最严重的情况 挨挨白雪阻碍交通 有居民表示 他们早已做好准备应对恶劣天气 这名莫斯科居民就表示 开车人士在出门前应该注意天气预报 这样的天气下最好是步行和搭地铁 这名居民则表示 自己非常期待这场大雪 还特地穿上保暖衣服抵御寒冷 莫斯科星期四清晨开始下暴雪 导致首都南部和西南部的两个机场 有几十趟航班被掩误 但机场没有关闭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